而在新北市的板橋 一間超商發生了見血事件 一名七十歲男子 他不滿另外一個男子 是亂開超商的電鍋開關 派他被電源誤會 竟然就持剪刀刺傷了對方泄憤 兩個人爆發了見血衝突 還從店裡頭打到店外 嚇壞了附近的群眾 超商外頭兩名男子扭打在一塊 黑的年輕男子火氣很大 對著白衣的老翁追打 甚至把人打到跌倒 會這麼生氣 是因為年輕男子先遭到老翁 持剪刀攻擊 公園內的民眾見狀報案 老翁雖然被打趴在地 但傷勢不算嚴重 因為被刺傷的年輕男子 臉上已經滿是鮮血 然後就突然就從我的臉 刺下去了 刺兩三刀 那我就反抗 把他要搶他 有網擠針 舌頭比較嚴重 很牙癮都穿過去了 裸心男子臉上有三處傷口 無奈表示遇到了隨機攻擊 但警方調查並不是那麼一回事 原來7號凌晨 羅興男子和老翁都在新北市板橋一間超商休息 羅興男子無聊 亂開電鍋的開關 陳信老翁又恰巧把塑膠杯放進了電鍋內 店員發現塑膠杯容損後就罵了陳信老翁 陳信老翁不滿 認為無故挨罵 就是剪刀攻擊 羅興男子洩憤 一連串的巧合引發衝突 雖然目前都不提告 但街頭見血還是嚇到不少人被依違反社違法裁罰 想必雙方沒人樂見 記者陳章 張士奎 新北市報導